欢迎聚焦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肖峰 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美国 美国当然最大的目前的政治 莫过于现在的总统大选 现在总统大选可以说已经正式的名枪开跑了 也就是说到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已经召开了 共和党已经结束了 民主党正在进行实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请到了我们大家熟知的何维律师 今天请何维律师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一次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因为可以说这热闹 但是也还是有点看头 所以今天我们请何维律师来跟大家谈一谈 何维律师你好 非常好 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 咱们先聊共和党 因为共和党的会结束了 共和党其实大家在这之前 我和很多的媒体朋友都有一个不叫担心 较可能的想象 就是说会有人闹场 而且会有人在场内发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也会甚至还有可能在场里面两派就强强起来 还真别说 没发生 但是我还是有点失望在哪呢 不知道失望啊 还是有点 surprise 共和党代表大会 这是共和党四年一度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共和党仅存的两位前总统 两位前总统候选人 一位Romley 一位John McCain 和我们这两位 布什 Senior 和Junior 都没参加 第一个问题请教您 最重量的人物都没参加 这对共和党的代表大会意味着什么 对我们这位候选人又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问题啊 这个是很明显的 就意味着我们共和党的党建制派 和我们现在兴起的 这样的一个候选人Donald Trump 以及他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他们之间的这种重大的分歧 你说属于establish 对 和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们 对 和Donald Trump 对 他们之间的重大的分歧 嗯 说得好 从一开始 大家注意到这个选举 这个整个过程的观众朋友们 就肯定能够看到 从一开始Donald Trump 在17个候选人当中 他就不被看好 而且是最不被看好的 随着他的选情一路摇上 嗯 那么党建制这一派 共和党党建制一派 对他们 对Donald Trump的这个选举 也是一路追杀 一路垂打 而且毫不掩饰的告诉说 拉下来 拉下来 我就得反对你 而且很多很多的运动 都在曾经举行过 但是这一切的阻止和阻挠 都没有影响Donald Trump的选举选举 反之起了一个推波助揽的作用 那个川普先生一路摇旗呐喊 一直喊到今天 最后从17个人中间杀出来 成为最后的这个nominee 这也不能不说 是这个共和党选举中间的 这一场好一出戏 你也说这出戏 真的精彩分成啊 但是我还是想回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不管怎么样 这四位是共和党最重要的大佬 或者说重要的领导层 会对Donald Trump的选情 在未来四个月 会产生影响吗 还是说Donald Miller 这个说明了 现在共和党内 有很多的意见分歧 这是必然的 对 但是这些意见的分歧 尤其是这个共和党党建制的 他们的这个意见 和他们的这个选举倾向 是不是代表着 美国广大选民的意向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共和建制 与Donald Trump之间的意见分歧 只要他们不把这种分歧公开化 然后进行相互的攻击 产生内斗 只要这个共和党本身 保持一个团结 你个人之间的这个意见分歧 基本上不会影响Donald Trump 在现在到11月份大选中的 这个选举的选情 这是我个人认为 因为现在看来 一个是支持Donald Trump的选民 也不太买账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 一位支持者 CNN的记者问他 说共和党的团结 是不是很重要 他说 I don't give a damn 他说你们大佬们 支持不支持Donald Trump 跟我没关 我一定会支持他 所以民众的这一次的这种 已经不能单纯叫做 川普现象了 已经说 现在他有一种风靡的趋势 当然包括民主党的Sunders 我们留到下一期节目 还会聊到他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佬 这一次有的大佬们 还是比较给面子的 像目前共和党 在政府中最高位阶的 就是我们这位speaker 我们翻译成众议院议长 Paul Ryan 看得出来 Paul Ryan在他的整篇演讲中 有点羞羞答答 好像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力挺 Donald Trump 当然毕竟作为共和党党内 最高位阶的行政官员 他的表态 对Donald Trump还是重要的 当然他也在他的这个 而且他是他宣布了 Donald Trump 正式成为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Paul Ryan谈了更多的 他是从国会的角度在谈 无度有偶 共和党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也就是我们很多我们华裔朋友 有人称之为华人女婿的赵小兰的夫婿 他是 他是那个州的这个参议员 他作为这个共和党参议院的最重要的多数党领袖 也是力挺了 Donald Trump 他们更多的 花了更多的时间 是在攻击Hillary 列出了Hillary一堆的 不诚心问题呀 搬家西的问题呀 这个电邮门的事件呢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这些大佬们 这些所谓的建制派们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Donald Trump已经成为了共和党的候选人 支持他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不仅要选总统 今年还有所有的联邦众议员选举 还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选举 还有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 将来以后谁当董统 大法官提名又至关重要 所以这就是使得共和党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都得支持 当创 是不是有点无可奈何 是 是这样无可奈何 现在选举的这个Donald Trump 很明显 这不是共和党的 喜欢的人选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选 他现在民选声望很高 而且现在在共和党看来 他们必须把白宫夺回来 必须要问鼎总统 把这个白宫夺回来 刚刚您谈到的 这一系列的这种选举 和一系列的提名 都必须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 共和党的候选人 能够问鼎白宫 才能实施这些事情 所以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 现在人摆在这个地方 而且是民选出来的 你不喜欢也得接受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 就像刚才您说的一个关键问题 民主党已经执政八年了 说实话 这八年当中 让整个全美国两党政治的 这种再洗牌 已经非常明显的 共和党越来越小 民主党越来越大 如果再让民主党继续八年一个执政下去的话 共和党还能不能执政 共和党们都会有担心 与其说他们 对 Donald Trump有没有意见 但是对共和党的总统 进入主白宫 他们还是渴望的 也就是说 为了这个目标 他们也不得不支持他 可不可以这么讲 是的 而且你现在这17个人 当初17个共和党的候选人 排成一排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这个各个实力都是很相当的 赶出了选 各方面都得有条件 对 甚至包括党建制派 一致看好的这个Jeff Bush 是 然后但是这经过这一番 这一番厮杀以后 然后现在就剩这么个人 就是个川普先生 所以你不能不说他 有他的过人之处 才能够才能够坐到 今天这个位置 才能够成为党内的 正式的提名人 而且不光是如此 而且他的一路走来 都伴随着共和党内的 很多噪音 甚至更多的 更准确来讲是反对声音 可是他在历次民调中 他就没下去过 他始终领先 说实话 应该这么讲 我们也算作为媒体人 对美国政治相对比一般的朋友们 关心的多一点 历届美国总统和地方选举 我们也比较关注一点 但是真的 连我 我起码我自己可以说 出乎我的意料 我倒觉得 要说你何律师 如果我们很多观众和听众朋友 在这个节目上关注的话 大家记得 早在年初 正式初选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们请何律师来预测的时候 何律师就明确的说 Donald Trump敢出来 能出来 有他的条件 而且虽然您没有说看好他 但是你认为Donald Trump出来 有他的必然性 您今天是不是更应该坚定您的想法 现在看起来 这个预测还是比较准确的 而且像我们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 两个候选人 目前到这个程度 两个人这个丑闻也好 这个负面性闻也好 这是不相上下的一个情况下 到11月份的选举 谁能够最终问鼎白宫 还真难说 你还别说 您说那句话 我估计两个人啊 他们俩都会同意 其实他们两个人 一开始我跟何律师开玩笑 我说我们美国这次 给大家这两个苹果 看上去都不太好 可能老百姓没法选谁更好 只能选另外一个不太烂的 甚至是大家觉得说有点无可奈何 但是不管怎么样 Donald Trump也好 Hillary也好 他们能够出现 有他们的必然性 11月8号 我还是希望我们的选民朋友们 无论您支持哪个党 无论您支持哪位候选人 都希望你能出来投票 当然这里面我们又牵扯到一个华人的投票意愿 和我们华人的这个投票选择的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 今天我们还是把目光和我们的主题集中在两党的 这一次全国代表达会 原本中低收入是民主党的铁票 民主党除了这个工会之外 就是中低收入下层 民主党的口号就是我照顾你们 为什么变成了共和党的首席 这个选票 他们为转向共和党 第二 这又和欧洲 这个英国 退欧公投 这个情绪 是不是也有关联性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 我的个人看法 现在这些远在乡下的 以前从来没有投过投票的 或者很少投票 很少投票的这样的白人的选民 这次因为Donald Trump 他的这种影响力 和他的这种controversy 这种对这种影响力 大家都站出来 关注选举 从关注选举到最后决定 我也要参与选举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跟川普本人 他的这种善于渲染 这种张扬的个性 以及他善于推销自己 branding他的这个 这种商人的这种商业技巧 是和商业经验 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他创造了很多历史上的 投票的这种新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是跟他的这种商业的背景 有着很大的联系 不要小看他 他真的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刚刚讲到的 很多这种白人选民 尤其是偏远地区 白人选民 他们所关系的这些问题 其实无非都是老百姓 民生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安全问题 safety 还有他们的工作 jobs 还有些那个税收 付税 那个税 真的是科捐杂税 美国税是最复杂 而且最高的 对 第四个 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 它也牵涉到这个工作 抢了我们的饭碗 没错 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 像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 实实在在的 面临的每天 面临的也受影响的 这些问题 反之 这些问题 老百姓名声的问题 有没有被那个 民主党的这些候选人 真正每一项每一项的 去提到过 或者是 address过这些事情 这个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至少在川普的 这样的一篇演讲过程当中 他每一个问题 他都提到了 而且有些问题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强调 尤其是你看这关心的问题 你看他有一句原话 就是你在美国 警察是保护我们公民的 你对警察的袭击 就是对我们美国全民公民的袭击 我一定要把你们hunk down 就是说这样的话说出来 很让人觉得这个士气大震 鼓舞人心 所以不能不说 他的这种演讲 不光是拍拍脑子脑子 一热我的川普风格 一定还是经过了一些思考 而且跟他的个人 跟他的这种个人经历 因为他自己 虽然民主党把他渲染成为 就是从爸爸手上接过来的 百万富翁的这样的一个起家 但是他真的是从 经过人生的顶峰 也到过低谷 又上来过下来过 急起急落 所以我想真的是看过 事态炎凉 很了解老百姓们真正需要什么 所以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而且Donald Trump本人来讲 他的很多 用他的那种老百姓的语言 来描述一个政策 来描述一个政策的反应的时候 老百姓都听得进去 如果你像这个宣导政策一样 按照这个政治正确的说法 去谈一个政策的时候 老百姓觉得说 你谈了一篇 你到底告诉我 你要谈什么 所以川普这种风格 也让老百姓也更多的介绍 当然了 除此之外 其实这一次共和党大会召开之前 前不久 英国出现了一个脱欧的一个公投 脱欧公投里面 其实全不管他的结果怎么样 也不管他的怎么样 其实这里面反映出来 老百姓的关系的问题 其实和美国民众关系的问题 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就业的问题 移民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 像这种东西 也就是说西方这个人民 大家现在越来越关心的 不再是我们广师人道 师的好不好 我们的对华政策正确不正确 而是说我们的内心怎么样 也就是说英国人的这个脱欧公投 别忘了美国国内 从我们总统到民主党的各位大佬 都是不赞成英国脱离欧盟的 反倒是我们这位川普公开讲 你就该脱离欧盟 是不是给他也加了分了 对肯定是加分 加分的原因不是因为他 肯定是因为他这个 我觉得在很多程度上 是因为川普他确实是知道 老百姓他需要什么 对他知道老百姓想什么 对 所以你看一句老话 就是说经济是基础 政治和那个意识是上层建筑 你得自己肚子里面有食物了 粮仓里面自己的粮食满了 你才能有可能把它分出去给别人 等你自己都是鸡肠鹿鹿 你拿什么去分给别人 去实现你这个普世的价值 那现在不管是在西方 不管是在那个欧盟 在英国 还是在美国内部 你现在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大家的收入少了 物价提高了 房价高的就没办法买了 然后税收这么重 每天的生活 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你怎么还能跟大家去 大张旗鼓的谈 我们的普世价值 所以 所以看来我们这个川普 我觉得您说的关键一个点 他能够判定英国人 离开这个英国 脱欧工作的那个支持 说明他知道老百姓想什么 其实这一点应该说是这一次 特朗普选举当中最核心的东西 他摸着老百姓的脉了 当然党代表大会开之前和开之后 各个媒体都会做一些民调 目前共和党大会之后的民调 我没有看 因为马上进入了民主党代表大会 所以大家还没法比较 在共和党大会召开之前 有个民调 真的 让我实在是有一点意外 但也不意外 意外是在于说 他用这么快的时间 他就和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的差距 从百分之二十几 一下缩短到两个人几乎打成平手 甚至在洛杉矶他洛杉矶时报和这个 这个另外一家报 UIC的一个大学的调查 这个过程中 居然Donald Trump还会赢希拉里 请教你 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快两个人之间的差距 这个gap就被缩小了 我个人感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希拉里本身的原因 这个希拉里 您看他这个这么多年来 作为这个政治 那个public servant 他为公众服务 一生都致力于公众服务 确实也做过有很多的政绩的 但是因为你做的作 所以你可能也就错的多 那没错 所以你这一路上也有很多的丑闻 尤其是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的电邮门呢 一次又一次的发酵 然后又有这个FBI的investigation 又涉及到我们那个Bear Clinton 那个Bear Clinton 基金会的问题 基金会的问题 然后自己又跑到飞机上 和我们的那个turning general 又去私会 司法不达 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种种 他的这种行为 让很多的选民 广众选民看到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在 叱咤政坛几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风云人物 因为你有影响 所以你有特权 所有的法律 在他面前 是一个double standard 是双层标准的 对老百姓来说 也许可以把他们 绳之于法的 这样的一些行为和动作 对希拉里 克林顿也许他就没有用 因为我是克林顿 像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丑闻 如果是一次一次的发酵 对希拉里本人 他的这种形象 他的这种名望 尤其是他的这种信誉 是有很大影响的 所以选情下降 是情理当中 第二个原因 川普 川普他刚刚进入比赛的时候 进入政治竞选的时候 他面临了党内的17个16个候选人 顶着重重压力 他要一个一个一个 把这些人全部knock down 然后把这些人knock down以后 他才会有精力 才会有时间来调整政策 调整方针来针对希拉里 其实这样的一个政策改变 在川普一路的杀怪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可以看见一番 他很多次他都提出来 我现在没有精力 我现在必须要 要把我身边的这些同志们 先把他们击倒下去 等我拖出来了 拖身而出了 我才有全部的经理来对付希拉里 他的话讲的没错的 你看他一旦从这个共和党中 脱颖而出了以后 他马上他的政策进行调整 他讲话的风格 讲话的这种内容 就有些调整了 这一次一话一说出来 就像您刚刚讲的 很多话都打了老百姓的脉 说了很多话 说到大家的心坎上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调整 现在很多的选民都在观望当中 当他们听到这样的话 看到川普的这种风格 然后共和党又现在 在很快的速度里面 能够尽量的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的这种形象 那我觉得现在共和党的 这个阵营对民主党来说 还是很具有杀伤力的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 由于大家对两位候选人 都不太满意 可是呢 无论是民主党的 Bernie Sanders 还是共和党的Donald Trump 在他们的初选当中 都带来了一批 非传统的选民 无论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而且也呼唤出一批 从来不投票的选民 问题是 您认为今年会是一个 高投票率的选举年 还是一个低投票率的选举年 高对谁有利 低对谁又有利 这个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Donald Trump 在他这个共和党的大会上 他也非常自豪地说出来了 因为我Donald Trump的 个人影响力和个人魅力 我拉出了很多的选民 这是事实 对 全渥的选民 然后呢 他们在关注 他们将参与 然后最后投票 所以这个他 他认为功劳归于他 不见得全对 但是呢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这个 有道理 对 有道理的 好 那么这样高选 高关注的这样的选举 就看 谁能够把自己 更好的推销出去 因为您刚刚谈到 这两个总统候选人 他都不是完美的 这个道德模范 一个是政客 那个公众的那个服务人 一个是商人 在他们的这个人生轨道 和这个经验当中 都有过很多的攻击 也有过很多的失误 你像希拉里这边 很多的丑闻 川普这边也不是很干净 也没那么干净 对 这边还有那个 川普 University 这个大学 还有这还是个 pending ongoing investigation 就是一个 一个case 所以在两个都不是 完美的 这个道德模范的情况下 那就看他们的政治主张 政治主张 各有分 千千五 各有各的这个阵营 好 那就再往下面拨 就像拨洋葱一样的 第一层拨掉 第二层拨掉 那就拨第三层 第三层是什么 那就是他们看着 个人的风格 个人的魅力 怎么样的brand 怎么样的推销自己 那在这个问题上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川普 比希拉里 就有一些优势 这一层拨